4月20日,在將軍澳運動場舉行的亞洲足協杯H組賽事 由主場新界地產和副大鋪迎戰來自新加坡的牙龍聯 目前大鋪在H組賽事出線已經目望 不過最後一場主場比賽 球隊勢要擊倒對手,報打一班支持的球迷 對手牙龍聯目前大鋪一分 上次交手一比一打成平手,兩隊實力相約,今場有得打 上半場初段大鋪首先發起攻勢 楊玉左路罰球勁射給龍門拍出,按幾次差點門前撿入 接著角球攻勢之後,兩隊球員還散出來 這下蘇雷強聰明,有李母利殺了射才說,差點就得了 不過開球之後,運仔真是不順順 大鋪自己前場交失球,牙龍聯立即打了個反擊 這下去到右路的時候,拉欠在禁區頂附近 右腳抽射,微底入網 14分鐘,牙龍聯先開記錄領先1比0 意外落後一球的大鋪再次發起攻勢 安基斯這下在右路附近hold定球之後,看準全中 陳立明衝前搶點頭,除了一頂之下越微高出 陳立明今次做助攻 這下右路發爛之下地球全中 未處在安基斯尼曼一步,非常可惜 原本場前牙龍聯差點一次罰球再下一城 結果半場大鋪暫時一球落後 下半場大鋪繼續積極搶攻 去到55分鐘終於又獲獲了 中路一輪配合,之後安基斯傳給俄眉院 頂的陳立明控定之下一腳抽射,應勝入網 為主隊追成1比1平手 大鋪追平之後繼續加強壓力 陳思榮阻路傳中,陳立明接應之後一頂之下 門尾高出 之後安基斯阻龍蘇雷強來一個1-2配合 禁區閘位勁射,被門爵剛剛托到 下半場一路捱打牙龍聯攻勢真的不多 這下禁區的射門,抽中波底直射上天花板 安基斯阻路傳到尾處位 陳立明閘位起腳到國安及時封位擋出 在原場線大鋪後衛這兩下解為不清見不錯 牙龍聯拉謙禁區頂的半窩裡抽射剛剛斜出 最終新鋒沒有增添任何紀錄 1比1握手而磨角得1分 大鋪暫時五戰得2分牌H組榜尾位置 賽後大鋪教練張暴春對未能贏出今場賽事 覺得很可惜 今天贏了球我覺得是可惜 整體 整體部署 整體 是理想的 不過始終是萬雲那一腳 我們處理得不同 所以就中採了好機會 但在這裹藉著這個機會 也感謝 我們的球迷 到這一刻 我們今天都很想贏球 給球迷看 大家上下全隊都想贏球給別人看 但很可惜我們不成功 希望我們繼續努力